Hello 大家好 我是T.T.Carnival Yuki 今天想和大家介绍的是口罩收纳套 这个简单而实用的口罩收纳袋 可以方便我们去餐厅或者在私家车里 可以脱下口罩的时候 不会到处扔 我们可以一边放用过的口罩 另一边放一个未用的口罩也可以 又或者如果你不想摘起口罩的话 直接把它放在左右都可以 不好扭之后我们把它挂起身 那就不需要到处放更加卫生了 好了 大家开始准备制作 所需要的材料是一块面布 再加一块铺 一块里布 和两块胶短的布 在下面的栏位可以download我们的图纸 这一张是要对接的 在两个半圆形的位置 我们是不剪开的 直接摊开它就可以了 面布、扑和底部都是这样剪 而这两块短一点的面布 我们就根据这个图纸来剪出来 这一块就不需要对接了 除此之外 我们要准备一条颈绳 尺寸可以自由决定 再加多一个结位大概的尺寸 这样就可以了 稍后我们会用包边的形式 来做这个袋子的主要部分 包边有很多种 有这种已经摘好了 帮我们一买回来就会用的 或者是用这种包边器 来帮我们协助烫条包边出来的 另外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用这些卷边器 直接放包边进去车就可以了 因为通常这些包边 都会有一个膊位的 记得留意方向 现在我就会示范这个包边器给大家看 首先我们将条带剪尖少少 然后就把它放进去卷边器里面 我们用鱼仔来帮下手 我们再用大头针固定一个位置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 逐一逐一逐一地烫实它 直至我们想要的长度 我们烫的时候就不要心急 令到那个袋子反了 如果它们是炒了的话 就比较麻烦的 通常我们都会烫多一点 免得要薄就麻烦了 稍后我们就会在左右这两条边上 车缝的 带的面和布的面要拍在一起 就是边对边的 我们尽量车这条线的时候 就不要又阔又窄了 就跟着那条狠车 慢慢车就可以了 未订阅我们的朋友 记得订阅、like和share给你们的朋友 我们经常会有新片去通知大家 记得不要错过 车完这边之后 我们就可以剪断它 留一点位置 不要太紧 现在我们就把它反转 它对接 我们找夹仔夹住它之后 就可以在上面车一条线了 大概是0.3cm幅分左右 不要车得太紧 因为怕它车不了底部 你看车出来 其实都可以很漂亮的 另外这边也是同样的做法 我们再看多一次 软着包边痕 车一条直线 反它去另一面之后 我们再用夹仔夹住它 然后在0.3cm幅分左右 再车一趟直线 到时底面这两部分都会很齐整的了 现在将一块扑 面部 底对底地对住 然后把它扑实 扑完底就要扑面 扑完之后 我们要将多余的布剪走 现在我们就可以将 底部和面部 底对底地拍好 之后就放这两块 短一点的面部上去 因为我们稍后会做包边的动作 所以你一看到是怎样的样子 稍后车出来 袋子就是怎样的样子 为免它这么容易走位 我首先将两块长的先车 我们会拍着鞭尼车 这样做是为免 稍后我们做包边的时候 就没那么容易穿奔了 然后把这两块长的先车 我们就可以把刚才那两块短身的面部放上去 夹好夹仔 那我们又是圆边这样 再车缝多一次 其实如果你们熟手的时候 几层布一次过车也没问题 只要就对位就可以了 我们跟着布边 好像刚才那样 再车缝多一圈 亦都是跟着布边这样车 尽量不要太入 其实车这个袋子相对是容易的 而最困难的部分 都大概是包边的位置 只要你熟悉了之后 掌握了 那就不会太复杂 可以做大量生产了 车完之后 记得一定要收回整齐的边 不然待会把它包出来 就会粒粒粒粒不漂亮的了 我现在用这个包边桶 它就是要上螺丝 就把边位拍起来 我们就把一条包边 又是剪斜少少 就放进去 如果家用衣车 亦都有其他包边的工具 但那个方法都是大同小异的 我们将包边 由包边桶那里拉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将这一块布 放进去 开始车缝了 记得不要令到包边桶走位 现在看到它在拍着压脚 我待会希望它一直都是这个状态 如果你怕它走位 就可以找一块磁石 放进去 让它没那么容易走位 也可以用一只窄少少的压脚 它就不需要用到厚的边位 你就可以更加安全 连上下都会车到 其实我这个是3cm的包边 其实车出来是刚刚好的 不过就是要慢慢车 尤其是转弯的位 不要让它飞了出来 否则有机会车不到 我们可以剪了出来之后 才慢慢用针线 逢它 因为我这一只是人造纤维 就好像有少少胶的感觉 我们就可以用火机弹一下边 让它不会爆出厚 我们现在就把边摘起来 然后就可以摘回到包边里面 如果用手缝的话 其实就比较整齐俊 如果你想快一点 不想慢慢地缝 其实你也可以直接在车上 车上这个动作 就是首先摘进去边位 然后再车 当技术足够的话 其实是做得到的 大家可以试试 袋子就车好了 现在我们就准备上这个鸡眼位 我们将袋子对折 点一点中间位 我们就用一些穿孔的工具 打一个孔 你可以用这些 葱 或者用这种 好像打皮带那些 打孔钳 来打孔也可以 因为这个是布料 以及已经有几层 其实都较为难打的 我们可以弄了一点点孔之后 就用剪刀来帮我们剪一点点孔 但是记住剪的时候 不要剪那么大个孔 如果不是就不漂亮了 出来效果 打这个鸡眼其实一点都不复杂 主要就是用这两个工具来制作 我买的时候就已经跟上了 鸡眼主要分了气眼的位置 以及像师母这个位置的东西 首先我们就把这个气眼放进去 把它刚刚好塞进去 你看到是有点窄 那就对了 我们放好之后 就把它放到这个底座上面 这一粒好像师母的东西 一定要这样拱向上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进去 里面了 那我们要贴到底的 底的粒就是这样的 好了 那我现在就可以套进去之后 开始敲打几下了 敲打完之后 你会感觉到很实的 它和那个铁盘之间 这粒鸡眼孔就已经打好了 你看看多漂亮 接下来我们就要做这个五爪扣了 五爪扣有分蜜孔和空心 那两样都是一样的做法 所以没什么所谓 根据个人喜好去决定用什么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 把扣准备安下了 那我们首先选了自己想要的颜色 那接下来就可以想想 自己要确定是空心了 因为我要放在中间的位置 所以我把它对接 然后找水烧笔点一点 好了 那最后呢 我看一下选什么颜色 好似最后配合 都是最好是白色 那我们现在可以做两边 一边是空心 一边是实心 都可以的了 那另外那边呢 就有分的 有一个呢 就是凸出来 一个是套进去的 就是叫一公一拿 那样的 跟其他那些白楼一样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应是怎样的样子了 凸出来和套进去的 那就放另外一边呢 就是五爪扣来的 那五爪扣这边呢 你一定会感觉到很刺 那就把这个刺的位置 就放这个扣下去了 另外这边呢 我们就要放大那个洞 向下 小那个洞呢 就来做八楼的位了 那这样的 好了 那我现在呢 就可以 在刚才水烧笔的位置呢 可以安装这个八楼位了 那你现在呢 可以看到我呢 是有个洞向下 那个扣的那个位呢 就是待会放凸出来的那个位置了 那这个可能有点难看 但是慢慢细心看多几次就看到了 那我们凸出来的那个位向下 那我们要用手 或者用些东西来扣实它 make sure它在里面 那这个钻石型的头呢 这一边呢 就一定是以来放五爪扣这个位的了 所以记住 钻石型那边就放五爪 刺刺刺那边 那另外有洞那边呢 就是放 粒和凸的那个扣仔 因为等一下呢 我会示范空心那粒 所以我就不打算用鱼仔刺穿它了 直接呢 就看到洞 就这样压下去 那它呢 其实就不需要太大力的 那除非呢 你快步的那个里步是太厚 那呢 就可能有机会进不去了 那可能就要用其他的四合楼 这样来做 之前的影片我们也有介绍过的四合楼 好了 好了 到一边之后呢 我们摸一下那粒楼突出来的位置 那再用水销笔来点一点 现在呢 就可以上到另一边了 记住钻石呢 就是刺的五爪边 而有洞那边呢 就是放那粒八楼的圆形洞位了 那记住就是 当我们八楼的那个位置呢 是要小洞的 而五爪 大家一起的那个位置呢 就是要是大洞的 好像听到很复杂的吧 其实如果当你有这个工具的时候呢 你就会完全明白我说什么了 那我们对准了位置之后呢 就把它大力的握住它了 就是这么简单就完成了这个位置 那来到最后这个步骤呢 只不过是将最后这条带 放到里面绑个死结 那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如果懂得做这些扣之后呢 其实很方便的 例如我们要做一些八达通套 或者吊带的东西 都可以用鸡眼这个方法 那我们的口罩就可以这样摺起来 放在一边 而另一边就是放一个未用的口罩 又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整个口罩打横放在里面 那都会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好了今天的介绍呢 就到此为止 希望你们喜欢我们的介绍 快点弄一下 记得subscribe like 和share我们的channel 拜拜